凡人修仙传M中,战力是实力的象征,极端的提升战力之外,还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小类机来提升战力。 下面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不花钱提升战力的方法吧。 想要玩工艺服版本的玩家,可以通过uuxox.com体验。 直接可以无线资源无线礼包,凝线挂机护肝宝肾。 除了线上挂机可以获得大量经验,可以分解获得强化石和提升技能等级。 离线同样可以获得高额的经验,金币和装备哦。 根据离线时长,你还有机会获得宝石,红色,粉色装备,减少了玩家的压迫感,可以轻松挂机玩。 先蒙对极品装备,抱大佬大腿。 挂机了一天发现背包,虽然出了红装,但是都是重负的。 只能分解,这时候怎么办? 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先蒙的捐献装备,把重负的装备捐进先蒙仓库获得贡献点。 就能用对应的贡献点换到其他玩家不需要的装备了。 大佬总会偶尔丢的一些极品装备那不就是白挤吗? BOSS爆极品装备。 极品装备主要来自巫BOSS挑战。 有身遇奖励和龟主奖励。 龟主奖励一般是伤害量最高的玩家才能拿到的哦。 所以要把握好实践点,BOSS进去就会扣挑战次数。 龟主奖励与参与奖励之间的差距是5倍哦,所以抢夺BOSS的龟主很重要。 竞技PK。 在抢BOSS众会的实践之间,道友环可以身家遭遇战挑战附近的玩家。 击杀附近玩家可是会爆装备资料的。 也可以身家雷台竞技场。 挑战其他玩家。 获得荣誉值,荣誉值可以兑换大量资料。 战力越高,实力越强。 全服战力最高的人,环会能进入战力排行榜。 有谁不想扬名例外呢? 以上就是林女小师妹的一点小心得。 希望大家还能挖掘更多更加实惠的管道,去提升自己哦。 票圈视频。